《非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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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樊慧珍 那我今年當記者已經第六年了 前四年是在《一週刊》 《非傳媒》 然後後兩年在 一個非營利的媒體叫《報道者》 那其實因為我心就兩個媒體都待過 那其實我來當記者是剛好是 台灣新聞一個非常動盪的時刻 那我們會知道其實記者這個行業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你其實還是有太多事情 太多的 我覺得不管是官商勾結 或是各種不合理不平等的事情 它其實都是需要 它在黑暗的角落 它需要記者去發掘去報導 但是如果說第一個你的專業 沒有辦法養成 第二個你其實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 可能在裡面就像一個行屍走肉一樣 你每天只是例行公事的 去賺取你這個非常微薄的溫飽 其實它這樣就會變成說 權勢權或者是發育權 它就是掌握在那些有權利的人的手 它可能是政府 那更糟糕的是財團 可能最早之前 因為今年剛好是解嚴30年 最早之前你可能會講的是什麼黨國的壟斷 因為那時候可能就只有三台 或是只有一些那種黨營的媒體 然後它會限制你 你可能有些新聞不能報 但是其實後來到 可能在我進入新聞圈的這幾年 是一個資本主義的 就是那時候我進一週刊的時候 其實剛好是一週刊10週年的時候 它其實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它就是 即使你把重要的新聞做出來 但是在那個新聞的網海或字海裡面 有太多的不重要的 譬如說這個什麼明星他跟誰約會 或者是一些什麼美食報導 或是後來可能就是一些什麼爆料公社之後 就是你變成說你想有無限的自由 你可以去做 其實你不太有什麼樣的禁忌 說像以前是有什麼新聞不能做 但是有太多那種 就是 其實就是像雞肌樂一樣 就是十之五味 七之可心 就太多這種 它其實根本不重要的新聞填充過來 所以變成說讀者他根本找不到重要的新聞 我覺得在所謂的事實 我們不要講新聞 在所謂的事實裡面 其實它有大量的那個灰色地帶 它有些不是說 這個就是真 這個就是假 這個就是對 這個就是錯 它其實我覺得它其實 不是那麼好定義說 而且說你這個到底要由誰來定義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詮釋權非常的重要 其實你不同的詮釋 選不同的人 他就是看到這個事情的兩面 那你不能夠說 這個人他看到的就是錯的 那個人他看到的就是對的 除非是有一些非常明顯上面的錯誤 就是可能 但是那個可能它就是一個數據上的 或者是一個科學上的 但是大部分的事實 尤其是一個在公民社會 討論一個公共的議題 你很難說這個就是對 這個就是錯 這個就是真 這個就是假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個都是治標不治本 那你要怎麼治本 你還是要從那個 這個新聞的這個樹 這個毒果實 它到底是從什麼樣的土壤長出來 它如果就是從一個有毒的土壤 我所謂那個有毒的土壤就是商人 因為現在基本上就是在一個商業的媒體氣勢下 商人他為了要充點 點閱 他無所不用其極 他可以把這個人沒有 這個受訪者沒有講過的話 就是硬塞在他嘴裡 政府能做的我覺得就是 當然一個就是你自己出來 就是可能是創類似像公共電視這樣的媒體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是 始終你看到台灣的媒體亂象 你始終沒有一個監督的機制 你沒有一個管制 或者是你的那個開閥都非常非常的輕 如果大家記得按照片 t還可以按照片 你應該按照片 你忘了會吧 你看到台灣的電視 收了一條內容 你看到不同的地方 你看到台灣的電視 你按照片 然後就在廣光 你每次去影片 你再看